大家好,我是Mike Lane 欢迎来到Mike Lane Fitness 今天继续给大家做健身问答 视频问答 这些问题都来自于你们在我的微博 还有微信的留言 平时我没有时间一一回答 那么我就在这里以视频的方式集中回答 OK,今天的问题是 训练完到底该不该吃东西 简单的回答说是可以吃 而且是应该吃 OK,那为什么呢? 因为运动之后 肌肉经过运动之后 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吃东西 你又到身体的胰岛素 胰岛素呢 把营养更多的分配到肌肉里面去 而脚少的一部分呢 会作为脂肪存储起来 OK,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注意点 当然对于增肌朋友来讲的话 运动后是最佳的进食窗口 这个时候呢可以补充一点 甚至说补充一点快吸收的碳水 再加一些多的蛋白质 那么对于减脂的朋友 我的粉丝里大概80%是要减脂的 对于减脂的朋友呢 我注意了 不是说在运动后要去加餐 而是把平时每天本身该吃的一些食物 把它移到运动之后来吃 OK 具体的做法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你平时本来已经有加餐 比如说一个香蕉 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再把它移到运动完了吃这个香蕉 OK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可以在 比如说早饭前 你可以在早饭前运动 然后运动完马上吃早饭 OK 或者是你如果是晚上运动的话 在晚饭前运动 晚饭前运动这个胃呢比较空 不至于在你运动的时候在那里动荡 而把晚饭移到运动之后呢 这个又是更多的营养分配到肌肉 然后很较少的分配到脂肪 注意了 因为你只是把食物移了一个时间而已 每天进食的热量的总量不变 所以说你没有摄入更多的热量 但是同时呢是把更多的营养分配给了肌肉 较少的营养分配给了脂肪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 运动后都是最佳的补充营养的窗口 OK 注意了不要去加餐 而是如果你想减脂的话 是把食物移到运动后来吃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你觉得这个视频呢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转发给你的朋友 那我的视频呢在国内的各大视频网站 优酷 腾讯 土豆都有 在国外的YouTube里面也可以 用户名都是MyClean Fitness 然后呢你可以关注我在微博还有微信 在海外呢可以关注我Facebook 用户名也是MyClean Fitness 好的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